第一个点是 如果对于社会企业或非盈利组织 社会性议题的工作职业 有想象的人 第一个你要意识到的是 你很重要 原因是因为 其实在这本书里面 他有提到 如果说你只有 这个卓越的企业 盈利企业 那么总体而言 我们顶多得到的是 一个繁荣的经济体 但是如果我们想要是一个 卓越的伟大的国家 一个整体社会的话 那绝对需要的 不是只有卓越的盈利企业 还需要卓越的学校 卓越的社区组织 卓越的社会安全网 这一些的卓越加起来 才能够去超越 我们只是想象经济体上面 的一个优秀 所以如果你是对 这样的一个职业 有想象力的年轻人 我就第一个启发是 这样的职业的重要性 是完全不亚于 所谓的我们传统 可能比较常见的 企业相关的职业 第二个是或许 这样的一个社会企业 或非营利组织 相关的职业或工作 也没有那么特别 我的意思是 其实在我的这个历程里面 我常常碰到有人看到我 好像我的求学的这一些 所谓的学历 或其他的指标 他们会觉得 我好像放弃高薪 或放弃什么东西 好特别哦 你怎么会放弃这些东西 来做这样的工作 这样的选择 可是我希望有一天 比方说我女儿成年的时候 我们不会觉得这是一件 好像那么特别的事情 其实每一个平凡人 如果你愿意把你的专业 跟你的卓越的原则 应用在这样的一个社会型组织的 工作里面的时候 你也不用是一个魅力型的领导 你就可以去参与在这样的一个重要的贡献路径里面 或许因此你还找到一个利他又利己 充满意义感的一个职业 生涯的一个规划 那在书里面他也提到说 如果只能指心目中一个他认为 30年来最卓越的企业领导人 其实他不是举的是一般想象中的 盈利企业的领导人 他举的正是这一个为美国而交 以及为所有人而交的创办人 Wendy Kopp Wendy Kopp其实是我大学的学界 也某种程度是启发我 去从事这样的一个工作的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人物 他举到他历导很有趣 因为他说 其实他是一个乍看 如果你碰到他本人 你很难想象 他会被描述成一个 这么卓越的组织领导人 如果你以为 一定要是一个非常会说话 非常有魅力的个人 非常有使命感 才可以从事这样的工作 而做到卓越 那这本书 还有Jim Collins 非常多个理论都会告诉你 你不需要这么特别 你也没有这么特别 这是一个可以立他又立己的 卓越之丫选择 所以第二个点是 或许你没有那么特别 也不需要那么特别 第三个是 你依然是独特的 因为特别是 在这样的一个社会企业的 或社会型组织的工作里面 Jim Collins也常常提到 他其实比其他的工作 某种程度更困难 一般的企业要经营到卓越 跟很久卓越 就已经够困难了 但是他说 有一个比这更困难的 是经营一个卓越的 社会型组织 当你是一个非盈利事业 做得好的时候 说不定有些捐款人 还会觉得 那你不需要我支持了 很会把我的捐款 我的资源 捐去给看起来 好像更小 更需要帮助的组织 所以第一个是 你要找到一个 永续的资源引擎 它并不是一个 那么直接的方程式 但他困难也因此很独特 因为非盈利组织 仍然是可以谈永续的 那么其实他的资源永续 谈的就是 多方利害关系人的 社会转意跟沟通 怎么样把每一个捐款人 还每一个投资人 他能够理解在你的工作里面 并且持续永续的 不是单次热血型的参与 这个就是 做社会型企业 特别有趣的一个议题 所以你可以跟 很多不一样的人工作 很多不一样的人沟通 那另外一个 他也常常提到 做社会型工作 特别困难也独特的地方 就是你其实并没有单一的成功指标 第一个 他的成功指标常常是多元的 第二个是 他成功往往也是需要时间去累积的 所以你要怎么样跑一个马拉松 但即便在你还看不到终点的时候 有这样的一个横溢力 可以继续追求卓越 其实对个人来说 我觉得是更上一层楼的挑战 所以最后一个点是 如果你想要很独特的挑战 那么Jim Collins会告诉你 独特的卓越挑战是出现在社会企业 或社会型议题的组织里面 所以也欢迎你 如果你是这样的一个青年的人才 欢迎你加入这样的独特挑战的行列里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